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我们通过短片去感受一下梁祖遗址和丽江古城 这两个地方是如何通过5G来探索智慧旅游的新体验 梁祖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渔杭区 是梁祖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最为核心的地区 保护区画面积达146平方公里 吴建民是一位梁祖文化爱好者 他所站的这个区域是墨角山宫殿区 红烧泥土坡 白石子区块 代表的是墨角山宫殿里每个不同的房屋机制 以前他只能站在墨角山宫殿区移植点 来想象他曾经恢红的样子 如今戴上一副AR眼镜 经过建模复原后 真实的墨角山宫殿就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如果说AR眼镜为游客打造了一个虚拟梦境 那么Vlog装置则是把虚拟梦境录制下来 转换成可看 可保存 可分享的趣味体验视频 游客只要在定点摄像头前站立打卡 便能与遗址风景 虚拟的雕像动画元素融为一体 来一场跨越5000年的相遇 我们是全国首个5G全覆盖的遗址类的公园 5G的一个全覆盖提升了遗址公园的观赏性 可视性和趣味性 在云南的丽江古城景区 5G一家VR应用可以纵览丽江古城全景 5G无人驾驶车 机器人为游客提供服务 大数据平台上景区内实时客流情况 各类传感器采集信息也一目了然 包括两主遗址 云南丽江古城 以及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 5G监测与保护平台试点项目等30个项目 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第一批5G加智慧旅游应用试点项目名单 应用试点覆盖21个省区市 我们看到这一次发布首批5G加智慧旅游应用试点项目 一共有30个 涉及故宫博物院小程序 智慧开放 智慧景区 旅游度假区 智慧剧场上线演出等多个方面 那么大家也会好奇啊 这个5G加智慧旅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场景体验 是的 这次发布的这个30个5G加智慧旅游的项目 可以说是智慧 5G在助力智慧旅游落地时候的 30个典型的整体解决方案 那么呢 是切实的现在在运营当中的 这些文旅的这样的主力的项目 那么呢 我也是体验过其中的若干个这样的项目 对于他们现在这种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个进展感觉 还是超出了我们此前的这个想象 可以说尤其是今年放开以来 接触是服务的消费来带动着这些文旅智慧化的这个进步 是进一步的在迈进 一个观点就是当前5G加智慧 应该说进一步的增强这种智慧旅游的这种体验感 其实啊 它是在促进我们普通居民家庭的消费升级 因为我们现在啊 无论是去景区 去医院 以及啊 商业街区 我们已经是不仅限于说是拍照 看点 购物 这么简单的一个单线条的这样的一个文旅消费了 我们现在希望呢 是更加有沉浸式的 有体验感的 有活跃度的 有参与度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一系列说明啊 我们对文旅消费是在升级的 希望有更多个性化的 精准化的 匹配我们需求的消费项目提供出来 那么5G加智慧旅游刚刚好是应对了我们消费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偏好 比如说像是很重要的是这些5G的智慧旅游项目 依托了很多大文博的这样的项目 使得这些文物能够活起来 通过一些更动态化的展现的方式 用5G更大的流量和算力 让它 你通过一些VR和AR的这样的手段 能够让你一秒穿越到当年的那样的一个时空时代 感受到像我们小片展现的 是文物就在你的周遭 你一个角色的扮演 回去能够体验当时当刻的人民的这样的生活场景 这是我们一方面了解文化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一种新奇特的体验感 这是当前文旅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体验感 刚才篇子里头我们看到那个梁祖的遗址 我去过 那个遗址应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中华民族 在四五千年的时候的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但是呢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种虚拟现实 这个3D眼镜 那你可能看到的现实就是一些土堆啊 然后呢 一些这样的一些 当时比如说一些水利工程的水沟啊 就很平面的一些形成 就是说你只能想象啊 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的先人已经有了这么发达的这样的一套体系啊 但是呢 如果我们现在通过了这样的一种智慧旅游的这样的一种数字化 五帝家智慧旅游那么就建立起来了一个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实景啊 那么我们看到呢 那如果要是你站在那个那个叫叫莫什么山 就是就莫角山啊 莫角山 它那个地方呢 就是原来梁祖的那个相当于皇宫啊 那你现在看的呢 就只是一个隐约的有那么样的一个基础 但是呢 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用那个眼镜 你就能看到在当时呢 一个古代的一个国家的雏形啊 那个状况 那种体验和你只看到一些这个基础啊 那么房子的基础的话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呢 如果你要是不愿意花钱的话呢 你其实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APP里面的话 就有这样的影像 那你这种体验感的话呢 就是提升的非常的多 对于游客来说啊 同时呢 除了这样的一些影像的一些感受啊 对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提升 另外呢 就是说常规性的这个 比如说验票啊 预约啊 这个导览啊 等等在旅游过程当中 你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帮助 需要的一些服务 那么很多景区的话呢 都在APP也好 小程序也好呢 那么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基于5G和智慧旅游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打造 所以呢 整个呢 就是说对于游客来说 它的体验是增强了 那我们刚才说到首批公布的是30个项目啊 你觉得这30个项目它的示范性和可复制性 究竟如何体现在那里 是 这30个项目可以说覆盖全21个省市 而且呢 里面的这个项目的类型是各有侧重的 包括这种古镇古村落 还有包括像刚才我们讲的大文博 也包括这种自然风景区这种大的文化遗产 那还包括白昼 就是白天和夜间的这个文化旅游聚集区 等等的不同的这样的类型 而且呢 也是包括一些节庆类的 像自宫的灯会的这种也是在其中的 所以呢 可以说 他们在各自的这个细分市场领域 对相关的全国其他地区在推广5G江智慧旅游 是将产生一定的这种示范应用推广的效应的 那么呢 包括他们在做整个工程落地当中的 这个一整套的技术解决方案 也包括他做这种5G家智慧旅游的人们服务的 这一整套的方案都将为其他的地区 在推广同样的项目做出一个很好的支撑 想说一点 智慧旅游也有升级版 一开始呢 就是像刚才刘老师也讲了 我们可能是一个大数据介入导引人流 那么呢 措施 分批这样的更加地 使得大家能够便捷地来进行 应该说游览的整个一个过程 可以体现的是便捷度 那么现在呢 可能进一步地 像2.0版 3.0版的智慧旅游来过渡 是更好的服务于人来观影 观演 参与相关旅游项目时候的这个体验感 刘老师的观察 咱们刚才说的更多就是对于游客的体验 其实呢 这个智慧旅游的话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提升景区的管理水平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呢 里面比如说黄山 泰山 都是非常大的景区 那么这个景区里头呢 其实呢 有非常多的项目 包括门票 一般的导览这样的项目 还有餐饮服务 住宿服务 那么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呢 那如果你现在建立起来 智慧里有这样一套体系 就是建立数据中台 现在呢 有很多地方已经打造的很成熟的这样的一套体系 也就是说把你的 比如说门票的系统 把你的安防的系统 把你的餐饮服务的系统 把这些系统呢 都接入中台 那么这样呢 你的数据就可以被各个部门的话呢 相对接 而且呢 大家可以共享这样的一些数据 那么能很好的提升你的管理的水平啊 你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 对于游客进行画像 然后对于他的行为进行分析 然后给他专项的针对他的服务 那么所有的这样呢 就是让一个景区的这样的一种服务企业 相当于那么它的整个管理水平能提升 那么这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大的景区的示范 那么能对一些其他的中小景区的话呢 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带动作 是的 那么目前5G家智慧旅游应用 已经延伸到了风景秀丽的 名山大川 历史文化厚重的文化遗产和古镇古城 以及国产大邮轮等多个领域 更好的服务民众的旅游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年11月初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 在上海命名交付 将于2024年1月1号开启商业首行 据电信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过去不少邮轮搭载的是早期的2GGSM系统 游客在邮轮上无法享受到 畅快的网络和丰富的应用 为提升邮轮和船员的 邮轮数字化通信体验 企业在邮轮上部署了轻量级5G核心网 实现本地分流 算力部署 及超低实验能力 节省卫星回船带宽 为游客打造丰富多彩的海上娱乐体验 十一假期 江苏沿城举办的数字文化生活节上 各大景区博物馆推出了数字看展 虚拟演唱会 AI数字人直播等项目 为观众打造科技交互新体验 在不断丰富的5G家智慧旅游供给中 既有游轮游艇 客运索到 游乐设施 冰雪装备等旅游装备融合应用 也有基于5G的人工智能摄像头 可穿戴设备等数字化产品 与智慧旅游产品 关于加强5G家智慧旅游协同创新发展的通知提出 到2025年 我国旅游场所5G网络建设基本完善 5G融合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5G家智慧旅游繁荣规模发展 目前全国已经有3382个4A和5A景区实现了5G网络的覆盖 占到4A和5A景区总数的89% 那么5G家智慧旅游的融合和应用 接下来都有哪些拓展的新空间 李延 是的 这个应该说九成以上 那么已经是4G 5G覆盖 这个是我们在推广智慧旅游相关的项目 不断地提升服务的质量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这跟我们过往的几年开展这种5G扬帆计划所来推广 像是5G更多的用户介入它的网络 像是5G像我们智能的手机各这里的终端更好的链路 包括基于5G加上AI加上物联网等等 一系列的重点市场的培育所做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因为我们有现在这样好的基础 所以从现在展望未来 我们可以在相关的平台上衍生出更多的这样的服务 更贴近于消费者 使得文旅的发展有更高的品质提升 我就举例子 像是我们刚才也讲了 像有黄山这样的大的风景名胜区 这种大的文化遗产公园在其中的 那么涉及到因为有涉及到气候的问题 那么5G加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像天气的这种预警预判 这个为我们游客的导引可以提供指引是很好的 还有像是5G加上一些卫星信号 对于我们有一些极限运动的爱好者 文体运动的爱好者 它的搜应该说是搜注会产生很好的这样的支撑 因为5G它的这个信号的载量是很大的 对于我们用更加现代化的智能的手段 更加大数据所赋能的很多的平台来助力我们旅游业 一个是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另一个是更好的保障旅游市场平稳的安全 尤其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液态 它是一个动态不断创新衍生的过程 包括我们一些极限的装备等等的这一系列 它借助到这些更加数据化的手段 是有助于那么多劳安全底线的同时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 所以作为游客其实对于未来更多更好的这样一种体验和服务 是可以充满期待的 对 其实在旅游它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游前 一个游中 一个游后 很多景区只能抓住游客的游中的这一段赚这一段的钱 但是实际上你怎么样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的话 能够把游客吸引过来 这一点的话也非常难 而且你在游后怎么样能够在你这个地方游完过的游客 能够再把亲戚朋友再带来 把他们能够影响 那么所有这样的话 就需要建立起来一套整个的一个智慧体系 而且这个体系要和你的营销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那么我看到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什么大唐布业城等等 他们就 我觉得就是说 把现实里面的 他们本来已经有的一些内容 通过很好的一种传播方式 那么这种传播 其实就是一种营销 那么通过种草的方式 最后吸引游客去 然后最后在当中 做得非常好的服务 那么最后也会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然后还要通过你的数据中台 能够不断地去追索这些 已经在你这个地方游客和他们互动 最后让他们比如说去主动地去发抖音 或者发照片 然后成为你的代言人 为别人种草 所以整个的对于旅游区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体系的 这种建立来说 现在我觉得有一些企业 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但是大量的景区的话 应该是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就是说如何把游前游中和游后 整个的贯穿起来 那接下来我们促进 整个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令人觉得5G加智慧旅游 会不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会是非常重要的抓手 从全过程 全天候 全业态 来推动整个文化旅游的产业 和这个大市场 不断地激发它这个潜力释放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居民消费者而言 我们文化 体育 大健康 整整一揽子的这种消费 我们是都有比较旺盛的 这样的需求的 而且对于我们个体的消费者而言 我们是不拘泥于某种业态的 是希望快到漫游 到达一个地方 各种业态的体验 我都能够参与其中 有更好的服务感 那么其实智慧旅游不断地升级 它可以有这样的个性化 定制化的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为你到达一地区 那么可能是几个若干的城市 连城的文旅 健康 休闲 等等的体验 给你带来一个精准的方案的 这样的一个投射 然后你可以按照既定的路线 你也可以参与个性化的设计 而且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这种5G加智慧旅游 它可以带动的是 还可以带动我们中高端 这样服于旅游 服于体育的 这样的装备市场的发展 包括现在户外健身的很多装备 也是在转型升级 包括我们可穿戴式的 一些文旅装备的 这样的一些设备设施 也包括文化演艺场所的一些装备 事实上它是可以促进 我们装备制造业 和我们现在服务业深度融合的 所以未来很可能 在5G加智慧 加人工智能等等的 赋能之下的智慧大市场 它是业态更加的丰富 体验感更加丰满的 这样一个天然的 供需衔接的一个市场体系 激发很多新的动能 对 我需要科技助力 但是一定要还记着服务为本 就是有一些景区 那么我也去体验过 虽然也花了钱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游客的体验 未必好 比如说有的体系 让游客预约 其实有景区里头 或者是展览馆里头 每几个人 然后预约的过程要让你下APP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给你添麻烦 而且还有一些强制性的 就是为了你自己的智慧体系 然后你给游客增加很多麻烦 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倒有一些景区 看到非常大的宏伟的建筑 那么最后里面只放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片子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浪费 所以我们还要回到 就是让游客怎么样有好的体验 这个是我们做智慧旅游的目的 也是根本所在 对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广告之后 欢迎您回来听主播收集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 央视财经评论 科技赋能开启智慧旅游新方式 通过5G融合算力等基础设施 多个旅游景区 度假区 休闲街区 可以进一步提升客流统计 流量预警 消费预警 等大数据分析能力 提升游客的满意度 随着5G网络高质量覆盖的推进 5G加智慧旅游产品供给 也将会更加的丰富 未来将会更好的服务民众 个性化 品质化 交互化 沉浸化的利润需求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再会